截至2月18日晚 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 累积共542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44人为香港人 19日上午再增至53名港人确诊 该船成为疫情爆发重点地区 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顺 早前前往日本支援当地港人 2月19日 身处钻石公主号附近的郑永顺 与中心社记者视频连线 郑永顺表示 日本厚生劳动省对于船上患者的医学检测 还在进行中 郑永顺去了多家收治香港患者的医院探访 与顾问医生会晤 了解患者治疗进度 并向新冠肺炎确诊者 送上急切所需的物资 包括日用品 上网卡等 如果是计算港人确诊了感染的 已经超过50人了 其实这个数字都是很多的 令到我们很担心 这50人其实现在已经去到日本的当地的不同的医院里面 我自己早前 是今早早上我去了一家医院 昨天我都去了一家医院 每一家医院都有四位的港人在里面 现在的情况都是住院 但是都是稳定的 都不是严重的 但是都是担心 因为未来可能都还要在医院 但是普遍因为语言不通 在与日本医护人员沟通方面存在问题 他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 加派翻译人员到日本 与确诊港人及其家属紧密沟通 并向医生了解治疗进度 郑永顺表示 最为可喜的是 有几名在日本生活的内地人和香港人联系上了他 表示可以做普通话或粤语对应日语的翻译义工 郑永顺预计 钻石公主号上约有300名香港乘客 可以通过医学检测 特区政府已经派出两班包机到东京 乘客下船后可以直接到机场上飞机 预计飞机2月20日早上将飞抵香港 随后他们将接收14日隔离检疫 他了解到 多名滞留在船上的港人有物资短缺的困难 有些是慢性病患者 药物已经不足 希望能尽快回香港 郑永顺预多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香港驻东京经贸办事处对于港人的帮助 尤其是中国驻日使领馆代表 在这次反港的行动中 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并多次询问港人病情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